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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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疫情逐漸悶和 阿米二月時就和同事一行六個人去了泰國旅行 他在巴提眼一個樂園玩笨豬跳的時候 途中承索突然間斷開一半 他隨即直接插,跌落狐度受傷 玩笨豬時就簽了一張文件 我忘記了那張文件內容是甚麼 因為有些泰文有些英文 接著就跳 我想跳到兩三層樓的時候斷 跳下去的時候我都很害怕 接著我閉上眼 清醒的時候已經在水底裏 幸好當時阿米神智清醒 能夠自行游回到水 樂園的職員也跳入湖道救他 將他送院治療 一開始痛到頭都暈了 因為我是隔底的位置先下去 所以我半邊身是傷了 但上到來我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傷 只是覺得整身很痛 就馬上送了我去當地醫院 去了當地醫院照了X光和超聲波 他們就說我應該沒甚麼大礙 然後就給了幾顆病痛 然後就走了 意外發生之後的第二天 阿米按原定計劃回香港 並且到醫院做檢查 他做了電腦斷層和X光掃描 不幸中的大幸是 他的傷勢都只是皮外傷 家底摸了一層皮 然後膝蓋乳傷 然後胸口 類似少染這些位置 都是肌肉痛 左右兩邊空肌 然後少染這個位置 少染這個位置持續痛 然後肺有少許感染 跌倒所以不斷咳 他說應該可能是震傷了 應該類似是這樣 CT還說我肺傷了 但不知道是症傷了 還是喝了水 太骯髒感染 阿米向樂園投訴和索償 樂園就說 如果要賠償他在香港的醫療費用的話 就需要簽名表示放棄追究 我們當然不願意簽 因為我知道他們都是拿來CAM保險 我是CAM保險 不如CAM我自己保險公司 否則一兩回我要經泰國那邊去CAM 我當然要經香港CAM 樂園最後向阿米賠了笨豬跳的費用 和泰國的緊急門診診金 合共大約2000港元 回到香港之後 阿米再傳電郵去泰國旅遊局 和他們的Facebook投訴 但是截稿前 都未收到對方的回覆 我差一點點就死了 整身傷勢 你給回1000多元 不如我給回1000多元 你跳一次 但我想讓人知道 因為樂園的規模是大 也有很多人去玩 我想讓人知道這件事的危險性 因為下次再多斷幾個 未必有我這麼幸運 所以我們在這間 都會有很多問題 然後我們在這間 我們來看 就是這個問題 我做一個問題 不是這間 我做個問題 我做一個問題 我做一個問題 不是這間 你做一個問題 我做一個問題